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72集来了 这些猫是金莲道长带回来的 养在山庄里好一阵子了 平日里在山庄四处游荡 倒也不跑 似乎把这里当家了 真不知道金莲道长出去一趟 怎么就爱上了养猫 不过女弟子们挺喜欢这些猫的 修炼之余喜欢抱着逗弄 白莲道长看着几只猫儿笑了笑 白莲师叔 修补阵法还有用吗 即使我们修补好了 下一轮炮火来临 轻而易举就摧毁了我们的成果 一位年轻的弟子发泄式的砸掉手里的材料 红着眼 悲愤又无奈 我们不是四天剑的术士 我们刻画不出抵挡炮弹的阵法 我们 我们守不住联子弹 坠入魔道的妖道 武林盟 还有突然出现的朝廷势力 我们凭什么手 凭什么 他的情绪传染给了其他弟子 众人默默看下手里的工作 默默的看着白莲道长 婉约翘立的中年 道姑心里一领 知道弟子们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这段时间 各路散修齐聚十几里外的小镇 其中包括武林盟 地宗妖道 以及那支可以调配法器火炮的朝廷势力 这些情报 岳氏山庄都有派弟子乔庄潜入 伪装成江湖人士暗中收集 正因如此 他们知道敌人有多强大 担忧和恐惧在心里积压这么多天 被刚才那场火炮轰炸给引燃了 你们别担心 我们还有地数碎片的持有者 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 他话没说完 便被一位年轻的女弟子打断 他蹲在地上大声反驳 其实根本没有地数碎片的持有者 对不对 师父 如果真的有什么援兵 真的有地数碎片持有者 为什么你会不知道 你一直不告诉我们 就是因为 你在骗我们 白莲柳梅轻醋扫过众弟子 他们同样也在看他 一双双眼睛里填满了失落和沮丧 原来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白莲道长瞳孔 疏然锐利 即便真没有地数碎片持有者 你们就无法战斗了 我地宗广修功德 行侠仗义 弟子们人何曾怕过死 弟子们沉默了片刻 一位年轻弟子摇着头彩笑道 白莲师叔 我们不怕死 我们怕的是无用的牺牲 时至今日 地宗真正的小伙便只剩二十四人 为了酒色莲花 尽数折损 你 您和金莲师叔真的这么想的吗 又一位弟子双拳紧握 眼里寒泪 如果师兄弟们都死在月石山庄 纵使保住了酒色莲花 又能如何 香火都断了呀 先前大声反驳的女弟子 抽抽气气地哭起来 师父 我们退吧 您去和金莲师叔说说 好不好 白莲道长没有恼怒 只是觉得悲伤 想当初 这些孩子意气风发 都是地宗将来的顶梁柱 自从道手入魔后 他们东躲西藏 看着同门师长 堕入魔道 把屠刀挥向他们 多年过去 他们已成了金弓之鸟 他们的意志正慢慢被摸平 他们的勇气正一点点的消磨 他们太需要一场圣战 来挽回自信 塑造信仰 突然 白莲耳阔微动 听见风中传来微弱的动静 他下意识地抬头 看见一道剑光呼啸而来 玉剑飞行 白莲心里一灵 玉剑飞行是道门独有的手段 天地人三宗都能施展 在这个节骨眼上 出现一位玉剑飞行的高手 地宗妖道的可能性更大 周围的年轻弟子们立刻警戒 纷纷欲出自己的法器 真到了不得不战斗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畏惧死亡 飞剑之上的人影 似乎察觉到自己被十几道契机锁定 不慌不忙地探入怀里 摸出一把玉石小镜 朝底下众人晃了晃 年轻的弟子们仍然严阵一带 并不识得此物 但白莲瞳孔未有收缩 认出了那是地宗至宝 地书碎片 是地书碎片持有者 白莲惊喜道 同时用力压了压手 示意弟子不要贸然出手 误伤援兵 地书持有者来了 众弟子脸上呈现出或惊喜 或茫然或激动的表情 竟真的有地书碎片持有者 虽然白莲师叔 一直在强调有援兵 但不管弟子们怎么追问 白莲师叔偏不说出地书碎片持有者的身份 时间一久 弟子们表面没说心里却产生了质疑 而今在他们意志最消沉的时候 帝书碎片的持有者真的出现了 飞剑降落在废墟边 两个美人偏然跃下 前头那位穿着道袍 有一张名利的瓜子脸 唇红某亮 肤白如雪 眉尾带着微微的锋芒 莺起勃勃 另外一位少女有着南疆人的特征 五官精致绝美 气质活泼 蔚蓝色的眸子宛如大海 灵动闪亮 但小麦色的皮肤 矫健的身姿 让她看起来像是生活在丛林里的小瓷豹 李妙真 天宗圣女李妙真 是妙真师姐 真的是妙真师姐 太好了 妙真师姐是我们地宗的地书碎片拥有者 弟子们认出了李妙真 天地人三宗各有各的理念 天人两宗更是势如水火 但并非老死不相往来 三宗弟子偶尔会相互拜访 虽说天人两宗经常不欢而散 但道门两个字 终究是让三宗维持着微妙的联系 不至于完全断绝 前阵子 李妙真和楚元枕的天人之争 闹得沸沸扬扬 越是山庄 又不是与世隔绝 天地会弟子们知道的一清二楚 李妙真行了一个道理 矜持微笑 诸位师兄姐弟们有理 天地会的年轻弟子们纷纷回礼 而后看向丽娜 李妙真议会介绍道 他来自南疆丽谷部 众人再朝丽娜行礼 南疆小黑皮攻身回礼 只有两位吗 一个年轻的弟子试探道 如果只有两位援兵 其实对局势并没有太大用处 尽管天宗圣女李妙真已经踏入四品 是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 可眼下的局势是群狼还死 高手如云 李妙真笑了笑 他们快到了 他们 天地会的众弟子心里一喜 这意味着援兵不止一位 他们开始期待帝叔碎片其他的持有者 南疆的小姑娘修为如何看不出来 但李妙真却是大名鼎鼎 想必其他人也不会差 正想着又有人预见而来 在越式山庄上空盘旋一圈 迅速的降落 朝李妙真等人刺来 剑脊上站着两人 这次是两个男子 前头那个穿着青衫面容清俊 额前一缕白发 青衫男子身后 是一位魁梧的中年和尚 五官平庸 气质温和 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处 楚元枕 仁宗记名弟子 诸位帝宗的同门 对他想必不陌生 李妙真笑着介绍 楚元枕 一位清秀女弟子 惊呼了起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您的 Greek 请订阅